我剛問了玩家 他們有跟我宣稱有這個規定嗎? 都要戴著 蛤? 要戴著啊? 都要戴著喔? 好累喔 出來 他們噴出來 還在洗澡 他們不是都戴著口罩嗎? 他們都戴著口罩喔 還出來噴出來 是嗎? 那戴口罩要幹嘛? 所以兩個都要戴 但是上次上次戴關係嗎? 對 方便在一起 你小的天氣了 你小的天氣了 你配合你給我 我都要給你 你也給我拿到 我都沒給你 你沒什麼 怎麼不小的 怎麼不小的 在一起了 你只能不起來 我可以給你 我可以給你 你也好 你也好 我可以給你 本屆賽是由中國國民黨青年團組辦 中華邊論推廣協經會重辦 首先介紹本場比賽的代誌 本次比賽的採新是奧瑞岡五十四整分支 也就是深論直訓 分枕結辯四整 沒有額外三個操作時間 計時員由辯士發言起開始計時 因發言辯士 因辛苦起暢靈後 過去30秒會進行發言 計時員由辯士開始計時 主席台將在時間介滿前 一分鐘按鈴一響 請示範 將在時間介滿前 30秒時按鈴兩響 請示範 將在時間介滿後 按鈴三響 請示範 屆時請台上辯士主席發言 本次比賽中 禁止使用體系電腦 平板手機等電子設備 本次比賽一律由百方開始設備 另外修簽 接著介紹本次比賽便提 本次比賽便提為 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 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會有全國性選舉 應合併 本次比賽便提為 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後 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會有全國性選舉 應合併 再來為各位介紹 再來為各位介紹 擔任本次比賽的裁判 在本席左手方的是 江運澤先生 各位好 江運澤先生是 中華邊論推廣協進會秘書長 在本席正前方的是 劉振武先生 各位好 劉振武先生是職業律師 在本席右前方的是 蔡陳佑先生 各位好 蔡陳佑先生是職業律師 接下來介紹正版雙方便是 正方由武藏南台擔任 正方是便王宇徐 各位好 正方會便莊的女王 各位好 正方三便是文聖 蔡宇徐 正方二便是男人 直播 反方由對方便王уйте 速市ops 委員 反方一便 蔡憑德 難 band 反方二便 蔡勁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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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水 ikk 最後提醒大家 請在場各位 與比賽選手 正確配戴口罩為了游戶比賽秩序 以身中進入股障喧嘩 並將手機關機或調整身接近 比賽將原延下一分鐘後正式開始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正方一臉上台升落 謝謝大家 各位好 公民參與政治的基礎就是投票 而公投榜大選之前沒有選史 讓兩件事情能一起結束 而是以來本來不想說大選卻又想出公投的選民 或者是對公投性質缺缺 但會因為政黨人投票的選民 就能一起充滿投票增加投票率 動物政治學報的研究就證實 在歐洲單獨公投時投票率只有6成1 但同樣性質的公投若是綁著大選 投票率就可以提升到2成9 而在台灣的市政也發現 無論是單獨投舉辦的地方公投 或是立委、議員的同選 只要投票不管大選 人民就比較不容易出門 畢竟只要4年一次投票起假回家 但是要年年都來 確實每日議員也不方便 所以無論是從議員上或能力上 同期選舉都會讓更多人出門投票 只是簡單、明確的事實 而從民主的角度來說 人民參政反就是權力 不論你是不是自、認不認真 只要你20歲沒有維持奪公權 就能夠領到選票 並且投下一票 更可以說投票本身就是民主之喜 畢竟人的選擇很複雜 出不出門投票 為何而投票 我們都沒辦法用簡單的方法 全化跟誰對、誰錯 但是至少 當公民願意投票 就代表在他們心中 有任何一種理由 願意讓他們去支持民主的運轉 而不是選擇放棄自己的權利 所以 像是阿滴與眾多 拍片希望大家出門投票 就是呼籲大家能夠自己做主 更可以說 在民主世界的規則中 大家都有理由 我們不需要談理性不理性 我們只談願意 願不願意參與 願不願意提升而出 所以投票率高 當然是極的高興 值得追求的一件事情 而增加了投票率後 公投王大選擇 能讓利益團體與政黨 形成政治聯盟 畢竟公投的門檻大幅降低 但聯帳也依然需要約莫30萬人 這個數字對於 管制組織的兩大政黨 而言其實難度不高 相當相反的 對於勢力擁保的公共投票率 亦沒有雄厚的資金與努力 30萬也依然是難以越過的益看 因此 國內外學者 已可同聲的支出 公投聯帳號資勝局 一般民眾團體難以負擔 亦需要擁有大量的資源 而政黨才有嚴肅成案的能力 但政黨又不是什麼案子 都願意幫忙 大家都成名了 你要政黨方向動員連數 甚至是投票 背後當然需要有足夠的利益 作為交換 而公投王大選 就是提供政黨與人民之間 能夠交換的合作管道 政治大學研究 政黨候選人之所以能夠動員 這是為民眾對立體關係 而被推動參與 因此對於政黨的言 原本不願意出來投大選 但其實心中有重視 議題的選民 就是政治人物 需要積極尋找的對象 許多政黨候選人 也會尋找 能夠支持自己的公民團體合作 開圓自己的票員 同樣的 即使資源的公民團體 也樂於政黨候選人成為同盟 藉由選票的歸屬來換到媒體聲量的與議題的能見度 兩者關係如魚幫水水幫雨 實際上2008年的大選 十安公投可以說是仰賴了政黨的力量 不管是支持同盟公投與全團體合作的搖文智 還是支持愛家公投與教會結合的兼手中 或者是反和門 東奧正名 若是努力與兩黨解求支持 希望能夠吸引到更多民眾的關注 反過來說 一旦大選不保公投 政黨選不公投的議員自然也大股量力 實際上去年會合與再次連結議題聯手 但因為大選投公而傳伐任務機 不問問經 六個月來年數人數只有十萬人 之後只能耐宣告流產 所以公共保大選就是讓民進度不夠的議題 能夠有機會與政黨產生聯盟 機車族、電子煙 很多議題其實都與人民實習相關 也合法有人願意支持 但背後沒有完整的資源 就成了孤兒議題 靠著他人的複雜性聯盟 就能取得連數的協助 堅大眾的事業 更進一步的 除了連數的人數以外 政府會公投有法律的強制力 在於人民形成政治聯盟以後 也能夠確保政黨不會隨意 背棄當中與特定團體的合作 在對於大選民而言 政治獻賓獲得官書、遊說 往往只是不透明的 我們不曉得政治人物是為誰不忍 會選立法 但至少在公投的協助下 我們能知道選出來的 政治人物跟藍書團體達成協議 本來未來又會做藍書政策 更聰明更公開也更公平 最後方將比照2018年公投法就職 除了全國性選舉前一到六個月內 成立至公投廣大選外 人民可以其他時間出公投公理投票案 可以讓公投投票率提高 使更多不受注目的議題被民眾看見 眾商選手 方主張全國性公投公告成立一個月至六個月內 除了全國性選舉並不合併舉行 謝謝 請反方惡變上台之主 請請請請檢訝 請請請請葡邦不合併 請嗎 請請請 我認為他可以有自己的聲音可以去表達 然後去投票 好 那您方剛剛有提到說 是否 重點是在於他是否願意出來投票 而不是在於他不理性 是這樣的嗎 對 我方認為意願比較重要 所以您方認為理性在這個意義中不是重點 我方認為不是重點 因為民主有各種方式可以呈現 但我方認為更多的是參與率的提高 才更能提現這個直接民主的希望達到的方式 而這個參與率提高也可以進而讓未來的公民 他們在這個議題上面意識更高 或是他們在政治參與更有能力 好 謝謝 那第三點 我想要請問 是不是政黨才有動員連出的能力 也就是他因為有利益綁著 所以我才有辦法讓這個通過議案的公主成立 首先是這個政黨會想要去跟公民團體一起合作 是因為他們有利可不可以有互利互惠的關係 然後再而進的就是政黨會有動員的能力 讓大家可以去注意這個議題 所以如果不是政黨去推動的話 就沒有辦法讓他們去注意這個議題 你方便等一下個問題是怎樣的意思 就比較難以去推 比較難以去推 對 我方又有那個 又有家可以舉證 像是地方性公投 因為沒有政黨支持也很難以承案 或是地方的選民有辦訴意見沒有通過 所以地方性公投會因為這樣子 那我接下來試一下你方的態度 你方態度是不是認為說 在政治制度的改善上 如果我們能夠使公民議題討論更加全面 然後不限說在大意識引導的議題的話 就是你方是不是認為 我們一定要讓公民議題討論更加多 更加全面其實是一個好事 但是我方向為在我們的情況底下 也能達成更加全面 或是更多人去參與 在你方底下可能就沒辦法 因為沒人知道我們先不討論 我們也沒有辭論 接下來我們想要請問一下 那公投於大陪 我們都知道 2018的九天一選舉之後 有沒有產生什麼的選民問題 那在你方的世界主要影響這個概念 那你方可以提出那個選民問題的樣子嗎 假如是時間攏長人員過來或是有問題 那可以借我看一下那份資料嗎 時間攏長會導致什麼問題 就是 就頂多是時間變長 然後他在處變過程比較久而已啊 處變過程比較久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 我們舉警察他在整個世界 請問在哪一段 幫我幫我點出來 徐國翁說年底全局合併公投 如果公投案真的17到18 警察通認恐將連續工作19到20小時 可是重點是今天他工作連續19到20小時 跟玄屋繁忙會導致的問題 避害沒有關聯性 所以你方的 你方認為避害是誰 我想要宣誉一下 沒有這是你要提出來的吧 這是我看不從這邊哪裡 跟玄屋繁忙 導致避害有關 結果跟我說他的工作時間變長 所以我想要問一下 這個工作時間變長 導致選問的人他們過勞 這是個問題嗎 在您方答實在管理一下 你要先提出有問題發生吧 好 不是我想要請問 選問人員他如果過勞 導致他後續的 行政上有問題 不好意思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公投訪大選的時候 大一制度是否會對公民建設就知道 是不是有引導的能力 可以啊 有引導能力 這是我方可以承認的 就是有一部分引導能力 沒錯 好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在您方答實在下 公民呢 他就是公民年代事件是不是能夠有相互回饋的 這個 過程 嗯 你說回饋是指說他他希望你投哪一個 我就幫你投哪一個 公民投票他公民去發生的時候 我能不能讓這個大一制度 我想要的是什麼 然後這也要再去引導這個制度 有辦法 嗯 有有有有辦法 有辦法 好 沒有去騙一下 好 那我想要請問在您方答實在下 對呀 政治會一定程度的影響公民投案是這樣子 就政黨的推行 他當然一定會讓更多人看到這個公投 好 接任會 謝謝 請反倒是不願上台的身份 對 好 好 再唱各位 在開始今日的討論之前 我們想要讓此次面提的名詞定義 所謂全國性選舉 指的是全國範圍舉辦選舉 包含總統、副總統、立委選舉 九合一選舉接染 而公民投票定義則才是學者馬克夫、蘇克希定義的 由公民、就法律、議案或其他議題 直接以投票方式接收或拒絕的意見 合併指的是同時同地舉辦選舉 現今大部署的民主政治運作 其具體普遍展現由大議事制度為主 以公民投票為主 一個本能、一個選事 因此人事選舉投稿與否的討論 也開啟了此次的變體 因此針對以上兩個主題 我方認為本場比賽的討論判準有二 一,哪方能更好的輔助大議制度 二,哪方能公投議題討論更加全面 如此才能推動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 而以下我方提出三大人事投稿的論述 第一,在2018的九合一大選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公投和大選合併的弊病 根據自由時報中央通訊社報道 因為和公投合併導致投票的時間過於榮長 有的人等了一個多小時 有的人看到排隊人能乾脆不投了 前國民黨吳敦一也在受訪時提出 那光是排隊就等了46分鐘 再加上投票時間沒有一個小時 不用走出投票所 而投票時間過長也導致了許多人 必須在投票時間後方能完成投票 出現了邊開邊投的現象 在文化大學教授楊太盛的論文中指出 邊投邊開在三組乃至於多組領域的局勢下 將產生氣保的現象 使得選舉的結果失去正當性 同時我們也需要看到選務人員的過勞問題 在2018年的選舉當中 有的投票所設計開到凌晨2點才開票完畢 如果早上8點算開始工作 那選務人員甚至工作將近19個小時 我們可以看到議題去年所舉辦的大學中 因為選務人員寄的票過多 而工程時間過長造成強勁300多名的選務人員過勞死 和1900人的生病 而在我方的世界下這些狀況將隨著的人 試脫鉤可以獲得輸解 第二 人試脫鉤可以降低公投議題 由代議預定設定框架所發生的先牌子現象 政治人物選舉可以依據各黨派的立場色彩 主打選民 在選舉策略上結合起某部分的公共議題 放大討論 例如台灣每次選戰都必定引發的 統獨議題 港岸議題 能源議題 這句議題憑藉著政黨政治的空聽 而成為主流議題 就好比皇權時代後宮文化的先牌子一樣 能得到皇上青年執名的妃子 永遠都是那些皇上看的順眼的 喜愛的 就就好比政治人物會選擇對自身選戰有力的議題操作 在此同時 部分無助於選舉的公共議題 竟討論空間就會被壓縮排擠 而成為公民視野的盲點 時期大從一開始就更能讓公民有深入理解和思辨的機會 例如勞工權益 原住民新住民權益 居住正義 稅務改革 犯罪角質 醫療健保的多元議題 他們同樣值得為公民關注和討論 卻因不受政治人物的選舉策略考量 他們就如同被打入冷凍的放夜 被變成化 非主人化 相對的喪失了使公民認識多元議題可能 使得公民投票議定設定也淪為大意識空定的法系 喪失了直接民主的核心價值 第三 人事脫鉤 在現行法規實踐下 大意識選舉和公民投票正如同大考和課導理解關係 是個相互驗證 修正和實踐的動態性發展關係 現行的公投和選舉各有各自錯開的週期 在舉行公投的那裡 公民有機會關注理解思辨多元而不受皇帝的公共議題 其過程和結果都會反饋到大意識的認知和利益 竟然作為政治人物 作為公民意向討論熱點和政策體驗的參考 其有助於大意識接納公民訴求和社會期待 並且修正改革選舉策略 在選舉結束後 讓執政者忽視了某議題 政策前後覆議時 又能讓公民開始討論關注的公共議題 救濟大意制度的專葬和施主 如此不斷周期性的交替 使台灣的民族制度能夠從體面上自我精進 眾上所述 國方認為公民投票和大意識選舉應脫鉤舉行 不但能使公共議題討論的更加多元 也能夠同時補助和穩定大意制度 如此能讓台灣的公民與社會運行更好 更多元更加健全 再來 保歉 請政方針現上台的資訊 有限主持規 好方便有限 我們先確認一下 你幫我有沒有要分動制度 好沒有能動制度 謝謝我往下來確認 你幫我重點是告訴我三塊 第一塊就是他的投票太強了 所以你會有時間不想投 然後呢 神問人可能會過勞對吧 對 然後再來第二塊是告訴我說 就是那個 公投議題是被政黨操控的 只有特定議題 你們被看見是嗎 是 第三塊也是告訴我說 就是會有更多人的討論嗎 第三塊我們是聽得很明白 你可以跟我講一下 第三塊大概想說什麼的嗎 三塊我們就是想說 你不要照搞定 你就你跟我說一下 大概大意上 你是想要證明什麼 是想要證明說 討論會變得比較多人的討論嗎 沒有 第三塊是說 因為現在現行法 現行修法的時候 是公投一年 大選一年 對 所以 那所以我們大意識 可能可以藉由公投出來的結果 然後去制定出 符合人民心中 他們公投出來的結果 人民可以做出符合 大意識可以做出符合 公投結果的法律 然後來完成人民心中 所訴求的東西 好謝謝 我先到這邊 那我想要先 我先從第三塊開始討論 今天大意識他本身就握有執政權的 他還有需要公投嗎 他自己如果 就有權利 能夠去過這個法案的話 他為什麼需要公投 但是大意識想要過法案 說不定跟人民想要訴求的政治理念 是不同的對吧 好確實有 好確實我承認這一個可能性 我就往下問你一個問題 你不要講到說 就是可能 公投廣大選的時候 特定議題是被政黨操控的 我想要問一下 你有沒有要證明說 就是在你當世界裡面 就是會有更多的 就是會有更多那一種 就是像你做勞權也好 或者是非勞權 或者是 或者是一些大家不關注的議題 會 就可以被看見了 你有沒有要證明說 就是那樣子 確實就是在你當脫鉤一年之後 確實就有人要去看他了 否則就像我幫可以提出的反正 我幫一變搞事就已經告訴你一個 像那些環保議題 今年就脫鉤了 2019年的時候 他連連署10萬人都不到 在尼方世界底下 是不是那一種反而被關注的 他連政黨傲人都得不到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變得更差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第一個 的確我們國防 並不覺得政黨有 就是聖家庫幫助這個細節錯誤 這其實也沒有 讓他回答我的 你回答我的問題 謝謝 謝謝老師認識我 然後 第二個 因為媒體資源是有限性的 如果一個政黨想要對 他們想要關注的議題 更加大肆的多元化 那今天比如說 竟然有100分鐘的新聞時間 有50分鐘去報公投 都去報同婚議題 都去報那個 空母議題 這些政黨所關注的議題的話 那那些 比如說板東亞問題 他的空間是不是 遭到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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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公民團體 找不到政治 找不到人力 找不到人力 所以他們連連署都過不了 在寧方事件裡面 能不能 在寧方事件裡面 這些團體是不是一樣 也沒有發生的機會 我相信 大家都已經清楚了 我再往下來 覺得寧方講說 投票太強了 這是一個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寧方知道 寧方應該知道說 定守中華 有提起 定時選舉觸碰吧 有 但是是無效的嗎 對 他之所以會無效 法官們就說 他是因為 他證明不了氣保 所以呢 他無效 所以當時 定時在法律上是無效 但是正當性 難道沒有受到質疑嗎 當時定守中 難道沒有說 那他就覺得 正選舉不公平 他就覺得不公平 他就覺得不公平 然後難道就沒有辦法 我確認懂 法律都覺得說 你證明不了了 所以呢 你的正當性 是誰告訴你的正當性 就是那個正當性不夠 是誰告訴你的 美國他也是邊投邊開 很多的國家也都是邊投邊開 他們的正當性 怎麼都沒有人民出來挑腳 所以現在是法律上 只要允許 就不管正當性有沒有 就是只要法律允許 所以其實法律是允許的嘛 就是法律其實認為說 的確是允許 但是正當性問題有所 難道像以前的政府 不要是經過法律 告訴我說 這個正當性是誰認為不夠嗎 就你自己認為不夠嗎 如果是你自己認為不夠 那如果當時定守中覺得正當性夠 難道他會繼續選舉訴訟嗎 代表一部份的人 就是認為正當性不夠的吧 他輸了他當然覺得不夠 所以你的利益證程告訴我說 就是因為定守中認為正當性不夠 先去問 你怕我自己就在這邊 不過我下來說 你怕說會有過勞的問題 我可不可以看實證資料 就是那個實證資料可以告訴我說 就是台灣確實有發生這個過勞的問題 因為剛剛在上一個質詢答別的時候 你放那一份資料講說 可能發生20小時工作的問題 可是實際上工作那麼長 我相信也是有法律體律的 所以你幫我辦法證明說 確實實體有發生這樣的問題 這個 變開變同 剛剛沒有我要的是選舉人員 會有因為九合一大學過勞 你這個是變開變同的資料不一樣 他說有些拖到晚上七點後 可是他也沒有講到台灣的九合一大學有任何的 謝謝 請正把二變上台 他們說他們沒有變動任何的制度 這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他們沒有打算針對任何提案的上限 每次投票數量去做不上限 這坦白講就一個很大解決力的疑慮 的確我方在公投榜大選項 可能會有可能或許我假設可能會有 比較多投票要開選物人員 比較忙的情況下 當然你如果不打算去對於提案數量去做不上限 我方可能是一到六個月 你只要其他時間你要提 你就可以投賽 你分散到每一年每一個月 你都可以辦公投去舉辦 在你方情況下 我可能把兩年內的所有公投全部擠在 你現況下的那個制度的投票去舉辦 可能你方情況下會有一次 公投日要投十幾個公投 二十幾個公投的情況 在這種情況下 你方會不會同樣也出現全部幫忙的問題呢 所以坦白講 我可以莫選在最後開始承認 如果說我方確實可能 公投綁大選我方多了一個大選 看起來可能會稍微多一個選 你可能算比較忙一點好了 可是在你方情況下 如果不打算去設置提案數量上限 也同樣要一次提十幾案 十幾案公投二十三公投 要一起投的時候 你方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聽不太出來 我沒辦法去我們往下去比較 剛才沒有所認為選務方法 莫所帶來的BiA只有兩個 第一個可能是你排隊場邊開邊投 排隊場這件事情我方認為 他至此就不是個BiB 你排隊長一點的話 自己又不能去投票 我方認為其實沒什麼問題 唯一的問他沒有真正認為的問題來自於是 我今天可能邊開邊投會有一些正當性的問題 那這邊我們都質疑了 邊開邊投這件事情 到底是不是真的影響一個 候選人當選的正當性 這我方才提出質疑的 都沒有說 丁守中那時候出來抗議了 對丁榮出來抗議 可是今天他是作為可能選數的那一方 他出來抗議說 我覺得這個選舉沒有正當性 不代表人民覺得克文哲的上任沒有正當性 正當性看的是人民對於 對於克文哲有多少信任 而不是對於選說的人出來說 我選輸了我覺得有氣保效應 沒有正當性 這也是為什麼 在那時候丁守中那個選舉的時候 法官會認為說 你又證明不出這個氣保效應 你也沒罵出這個東西 會讓你的落選比較沒有正當性 所以他才判丁守的果位 所以認為啦 越開越長 邊開邊好這件事情 並不是個大問題 我認為第二個是 所謂的過勞問題 都沒有覺得那一份之曜 是可能會發生過勞問題 實際上有沒有發生 嗯實際上不知道 不過沒關係 我們講這可能真的會稍微比較忙一點 講這可能會給我邊開邊開 邊開邊投這一點好了 坦白講 這些事情都不是公投 都不是應該用公投 通過大選的方法去解決的 什麼意思 你說我可能一個警察 如果在公眾黨安選中 你可能一個人要工作1922小時 那真的會有法律的問題 那解決方式是 我用輪班制的方式 不是讓一個警察從頭站到尾 你說可能今天一個排隊排很慘 那解決的方式就是多開投票所 多開投票的地點 讓把這個冷流分散 也不是我直接東投投過大選 所以坦白講 這個選務方法的事情 是可以透過其他的出資 進一步解決的 不需要讓公投投過大選 退完這個議題之後 回來討論他們都要 所謂的討論更加全面這件事情好了 我可以承認在政黨會去設定議題方面 其實這也是我方論點的前提 我方不打算去 我方不打算去 我方不打算去保論它 但為了差別在哪邊 為了差別也只是都沒有說 想要讓更多的所謂的 所謂的邊緣議題 補上檯面 到底是在我方的情況下 會有比較多議題不上檯面 他方的情況下 會有比較多議題不上檯面 在台灣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打算舉證 任何一個推論 任何一個資料告訴我說 在他們的情況下議題會變得比較多 可我方其實在一邊搞錯 我們就有入數了 在現況下 台灣本身你有30案的提案門檻 我方就可以告訴大家 台灣的公民團體 他本身要透過一己之力 想要把自己蓋伏的議題 扶上檯面是很難的 要通過那個提案門檻 其實是很難的 所以要需要政黨的幫助 這種時候就是因為 公投榜案件的時候 他可以跟這樣說 我把我的票投給你 可是你必須發動你的資源 做你的專業 用你的方式來幫我宣傳我的公投 讓我的公投能夠承岸 甚至能夠通過 這我方認為 可以讓那些可能原本 比較邊緣的議題扶上 還沒有做法 在你方的情況下 你說我們看起來政黨沒有從中介入 我們政黨不從中設定議題 可是當政黨不從中設定議題的時候 他不想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公民團體要找給幫忙了 你方其實我想的非常美好 說我今天可能在 在我方的世界之下 大家一樣會去討論這些非常美好的議題 可是就從我方所說 如果一個公民團體沒有資源 能夠去動員大家連署的時候 那他要怎麼把這個議題扶上台面 所以坦白講 我承認政黨會有設定議題 可是政黨的設定議題 反而是給人民一個條件是 只要我能夠幫你 只要我能夠幫你勝選 能夠把我的票投給你 那你就願意去幫 你就願意幫我 讓我的議題能夠讓黨被大家看見 這是給了人民跟政黨一個籌碼 但反過來在你方的世界之下 你根本不給人民這個籌碼 人民自己 人們自己也沒有這個實力 能夠去動員這個公投的時候 你幫議案 我覺得你幫議案反而可能會 如你方所說的那個邊緣的議題 反而真正無法投上台面 這我方認為在議題這邊 我方能夠比較證明什麼 就坦都沒有第三個論題 其實我其實聽不太懂 他什麼意思 因為他們說可能會讓 能夠讓代意識去跟對公投得出一個 去依照公投去做出決策 可是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這不就是公投版的意思 公投版你要投過之後 不論你是有沒有綁大選 或是沒綁大選 你在做成這個決定之後 上任的執政的 都必須在兩年內符合你的要求 這就是公投本身所帶來的拘束力 我其實不太理解這個 跟公投有沒有綁大選之間的差別在兩邊 那當然我可能有誤會 我希望等一下時間有的時候 可以再跟我解釋 謝謝各位 請來上片次停止發言 請反方三面上來的質疑 請問一下 民方認為人事脫鉤 民方認為人事2018那個選問題 民方也承認是有問題嗎 只是說民方認為人事脫鉤 不應該問這個問題解釋 不是 你剛才那個過勞問題已經 在任職檢證已經發下去 有 那那不是問題 那你問不是問題 有 現下有 那排隊過長有沒有 那請問一下 我們這邊的指導 排隊過長 他不想要投了 那這樣會不會有投票率下降的問題 那是陳寗欣一方舉證 我方資料裡面有指出資料 好 我們先繼續講 那你方認為說 人事合併 他人那麼多的 深潔點在哪邊 問題在哪裡 問題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人會這麼多 然後排得這麼長 你方說 你方說可以用什麼問題 我方解決 你方說不應該用 人事脫鉤方便解釋 應該用什麼方便解決 比如說 增加 那這就是需要花成本 所以 需要花成本 那我方的把它脫鉤是從 根本上就是把 人流分開 就像是說 分 就像是線純好了 你開個 可是你如果兩次投票 你也要成本啊 對 我們都需要成本 我承認要成本啊 可是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都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我知道 所以我沒有工房 你不能解決問題 我的工房只是 這個問題不需要透過 工房脫鉤大錢 先解決他 我們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工房檔檔檢查 你方所說的 我方也知道說 美國 他們也是 一直來的美國 也是人事他們合併在進口 那美國也 這個排隊很長的問題啊 邊該邊投問題 他們人民是有抗議的 他們人民是有 認為這樣子是有 有爭議的 那有爭議的叫做 大家覺得 這件事也會變得沒有 我們也知道合法 但是有爭議嘛 你這問題是合法有爭議 那他在這個問題底下 美國他們 我們這邊有指教說 美國他們 他們政府花了 起義的預算 想要解決這個排隊問題 但是這樣就解決不了 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一個 結構性的問題 他們覺得這個 你很難透過 除非像你說的 多開很多投票 說多開很多 可是這樣都會在用成本 我可以看一下 他們沒辦法解決問題的資料理由 原因是 因為我 蠻難想像 如果是排隊人數太多 我分流的問題 因為像這次2020 那個Downtron的選舉 他也是能排很多啊 你應該也看得出來 他現在又不用有 他是有機投票的問題嗎 有機投票跟 有機投票的情況下 還有這個問題嗎 我發現我找不到在哪邊 有機投票的情況下 還有這個問題嗎 我就說你說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台灣分流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的資料在哪邊 哪裏 美國各州實施公投 投票過多的機制 電子投票是你剛說的 電子電子電子不知道什麼 我沒有說電子投票 電子投票 一邊投票一邊問他 為什麼不能避免啊 因為他說他試過電子投票 跟 提早投票的機制 那為什麼不能避免 美國投票 你收到白長龍 歐巴拿2012年 組成了跨黨派委員會 信誠戰道他要解決這個問題 用什麼理論什麼理論 然後花了3.4千元 然後發現他解決不了 不是 我問題是他為什麼解決不了 我先提了一個方案就是 如果是因為了開洛街 不擠再解決 這個問題是 你們說你剛用這個方案解決 你們說你剛用脫鉤的方案解決 啊我們想用脫鉤方式 我覺得最快的解決方式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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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知道你要用脫鉤解決 我的意思是 你用脫鉤解決嗎 對我知道 我知道我用的事情是我把投票所開的比較多把它分掉 那這件事情我不太清楚不能解決的原因是 如果是因為你都排在一場可能是大家擠在一個投票所裡面 可能譬如說投票所要從一千八百的 所以你方承認說你方其實是需要花很多的成本 那這樣子的話 什麼意思 因為你方不曉得說你要開多少投票所那多少什麼 因為在2018他們選舉前他們也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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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如果你是要比成本的話其實我覺得沒成本比不太少 因為你多找一天投票所你也是要多花一天錢 所以成本其實差不多那這個其實是 我就想在那邊打平了 那我們下一個 對方一講投票率什麼 對方認為說只有黨的介入之後的介入可以讓自己的投票率增加是這個意思嗎 你是認為說黨的能量比較高他們能進度比較高所以可以讓自己的機會 那請問一下那我們今天我們為什麼不能讓公民他們也有這個能力 比如說我們今天用一個事情 一個公投議題舉例 假如我們今天把同婚議題發裡面 那什麼同婚議題跟其他一些棉不見精準的小議題放在一起 然後單獨辦一個公投大選 那這樣是不是也覺得你剛才說這個 我解釋給你明公投提案是不是需要門檻 對沒有承認門檻 他是不是要有一定的觀察他不會有連續承認 但是一般人就是我們公民團體是很難具有這種 對你剛說很難那我方想請問一下你方有沒有想過為什麼很難 你可以解釋啊 沒有為什麼為什麼很難 會不會是因為之前他們知道說 你比較連續之後 欸錢比較少 那現在不是有很多管道可以經營連續吧 我方認為啊 這是一個政治文化問題不是嗎 因為其實我們選民都知道說你最後 你覺得甚至不管你拉票都拉多長一年都多長 那最後那半年 因為我們五方爺爺爺有說了嘛 他們會被這個選舉人的這個議題的那個 意見額分散掉嘛 所以你的議題它不就會被瓜分掉了嗎 不是這樣子嗎 我確認一下就是我們現在的舉證是 如果沒有政黨的幫助很難撐啊 甚至通過那你方說要有其他方式 讓公民團體有辦法你的方式是 那可以希望你方給他告訴我們解決 請反方二面上台生樂 強制計時開始 郭文貴長 各位 先我方先針對我們 源頭檢量或是進行整個 進行整個概念的理清 所有的源頭檢量我們一直不是去此投票的檢體 而是我們要使人流量 那我方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在2018的九合一大選裡面 我們如果讓整個人跟市房在一起的話 它會造成我們的渠道會有鼓勢的現象 我這邊解釋一下 所謂的渠道組織就好比洩洪渠道分流一樣 如果我們今天有所謂的 我們今天有所謂的全國性大選跟公民投票 需要同時去進行的話 我們今天蓋完這個全國性大選 我們才去舉這個公民投票 我們就沒有一個渠道 可以讓這個人流去做這個減量 我們如果是可以省下我們蓋章的時間 可以省下我們排隊的時間 加快人流速度 我們用合理去講的話 這其實是我們的人事碰過可以達到的 我們可以設想一下 如果我們今天把九合一選舉 跟總統代表綁在一起的話 一個人他不但要去蓋我們的總統票 還要去蓋我們的政黨選票 另外要蓋我們的九合一選票 既然是我們專業的工廠作業員 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我們也需要花費時間的 所以這樣就會造成三個 就會造成大白長龍 那就會產生我方剛剛提一點所謂的現象 也就是所謂的 也就是所謂的我們 也就是所謂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選務問題是沒有辦法去 我們選務問題 在 就是兩個議題如果綁在一起 沒有辦法去做實際的這個解決 那接下來我剛剛想要提到一下這個所謂的 剛剛正方所說的 提到所謂的投票所去增加 這個技術性問題 有些太過理想化了 在我們2018的九合一大選過後 我們有許多資料解除我們的這個 排隊的人流問題 跟選務的人流問題 還有邊投邊開票的問題 屬於我們的結構性問題 主要的問題在於我們投票室的選項增加 大概在投票室的時間增長 整體的人流就會卡住 然後聯邦所說的技術性問題 並不是那麼容易就可以解決的 那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像是我們 我們剛剛有提到了 在美國總統 在美國的這個選舉的這個制度底下 他們也是共投榜大選 那他們 在今年的制度底下 他們有三到四個投票單 那他們在有這個郵票選舉 有這個電子連數的情況下 他們可能有排隊 五四十一個小時的問題 如果我們今天加兩個議題 他們兩個去做合併討論的話 就沒有辦法有下去的這個排隊的問題 所以我希望對方可以論證 好 接下來我剛剛想要提到 剛剛對方所提到的有關這個 我剛剛先承認 政黨的確是會去 政黨的確是會去協助我們的 公民去進行這個議題的這個架構的建立 但是 在我方的制度底下 我方是希望說 就是剛剛對方有承認說 我們的 我們的公民團體 他說我們的政黨 他是會去協助公民團體 將整個議題的架構跟他的連數可能通過的一定去做上升 那我方 我方認為說 這就有點像我們所謂的先排的政治 因為剛剛他有討論到所謂的這個利益瓜分的問題 那我想要 我們這邊想要說的就是說 確實政黨在利益上是很重要的 但是我們現在今天希望的是說 我們的公民投票 他能夠是人民去帶動我們的大意識 而不是我們大意識去端定一個整體的架構 然後去讓我們的人民 能夠就針對他所希望的這個架構去進行討論 我方是 我方的架構像是希望說 我們的公民跟大意識 他們兩者之間是可以進行這個議題的不通用 接下來討論到我們這個 所以我想要確定一下我方的架構 我方的架構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打破我們 二元對立的結構 能夠透過我們公共問題的思辨過程 能夠找回所謂公民的能動性 也就是藉由我們公民去推動整個議題的討論 而不是藉由大意識去引導我們整個公民議題的進行 以上謝謝 請正方一臉上台繼續 就很怕 請小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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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說你認為太多人會讓他們不去投票是一種弊態對不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我們可以把制度變成說他可以分散他的投票所 然後讓他所謂的一個投票所可能要花很多時間去蓋章 他分散了之後他時間理論上會變少對不對 可以再重提一次就是收買一點 就是原本這個一個投票所可能要蓋很多張 然後他要用很久很多人要去排隊 於是我們分散了投票所那每個地方都可以去資金 我現在想要舉一份資料是2018年有可能美國的那一份資料 就是我們2018年美國他 他這種例如說他同時這個投票所準備幾十個遮體公圈 也就是將你們所有的投票數據做分散 他人家會造成大白 哪裡不然是 大海長榮五小時然後 他沒有寫說哪裡是分散投票 即使投票所準備幾十個遮體公圈 就是分散所謂的投票所 什麼意思 即使投票所準備了幾十個 這邊就是你剛剛所提到的所謂的偵測投票所的概念 沒有為什麼他就是偵測投票所的概念 因為他只是說他在一個投票所裡面去做分流 沒有沒有我是說分流的投票是分流投票所 是一個你放這個例子是說這個投票所裡面有十幾個遮品 可是我說的意思是他在各個地方都會有一個投票所 所以他這樣子在某一個投票所上面說 花的時間就會比較短對不對 花的時間就會比較短 對就是這樣 我同學有人用這種方式去分散了這個分散這個人流的部分 你媽這個例子並沒有解決到這一點喔 所以你媽並沒有說他分散就不能解決了喔 好謝謝 所以其實在我幫的時間底下 他可以其實透過分散投票所的方式來減少人流 那我們現在再進行確認 我再確認一下你媽第三塊論點想講的是說 今天他們可以透過這次的公投去重新檢視這個政黨政治人物他們的施政是嗎 是 好那我想問一下啊 在我方的情形下我怎麼做不到 你方的論 你方的論 我方主要要表達的是說 因為政黨他一開始會先框定一個綠色的架構 他會去引導公民去討論這個議題的本身 而不是由公民去主導這件事情 什麼意思 我真的太懂 意思就是說他政黨會 因為就比如我們這個同溫議題好了 我們今天政黨他去將這個議題去做一個框定做一個提出 然後他可能像是我們的蔡政策他選邊站 他選他支持同溫團體向我們站 然後這樣就不能重新檢視這個政黨人員的施政了嗎 我就不太懂這個論點跟他你拘据出的那個邏輯事件的關係 好那反過來說好了 那你方怎麼做到 我方 因為在我方的指數底下是 我們現在 我們發現一個指數底下就是說 當新檢公投 新人當新檢公投 2021、2023是經期所謂的8月28日 就是經期的禮拜六月經期所謂的公投 那我們今天 這個公民投票案是由 就是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這個選舉制度去做分開 那我今天如果我的公民投票案 好所以是分開的部分嘛 對不對 那我方的情況底下 沒有 應該是沒有限制說 他只有綁大選的時候才行進行 他是一至六個月內 所以在一至六個月以外的時間 他如果認為他想要去重新檢視這個政黨人員 他的施政效果 他也能夠 他也能夠集結他自己的政黨力量 在那個綁大選之前的時候實行公投對不對 林方剛有提出過 沒有這個 這個不就是這個變題嗎 我在說的就是一至六個月內 所以在這個以外之間也是可以提公投的 在這個情況下 也是能夠達到 林方所謂的檢視政府人員這個利益的吧 是 好謝謝 沒有 那我往下繼續問你 在第一個 第一塊論點的部分 我還確定林方想要論證哪 好不好意思 林方在第二塊論點說議題會被把持 那林方有沒有任何實際案例跟我說 會有什麼議題是被政黨所操弄的呢 被政黨所操弄的議題 我舉2018年我們的這個 反空的這個例子好了 我們當時在入口候群 就是盧秀燕市長 還是盧秀燕市長 我時間有點不多 所以我在缺了 所以在議題被把持的情況底下 林方有沒有說 為什麼這個把持就是一種避害 然後再者就是 林方是想要論證他會獨佔嗎 還是說討論的質量會下降 我方是想要 他討論的質量會下降 好 所以這是在最後 我方要進來 對方 林方跟我拍一張資料 在我方的情況底下 因為量變多的關係 所以質量也會上升 在了解的過程中 我們會開始積累相關的知識 包括選舉種的進行 反應種的指定 所以這部分 我方的質量也可以達出現 請正方參與 請正方參與 上台 請正方參與 請正方參與 兩邊有可能打平 甚至我方還要打贏 我方怎麼說 因為在我方的世界 因為在我方的世界底下 至少 正黨可以給予資人 否則 就像是 配合這個議題其實也是 在社會上已經醞釀很長很長一段的時間了 可是到最後 到頭來到去年 這個被人家所關心的議題 卻因為自己團體的資人不足 然後因為脫鉤 所以導致他的連署人數也完全不足 所以我方認為說 就在配合這樣子 這樣子大眾的議題裡面 只有在我方世界底下 他們資人不足 他們沒有辦法過連署 他們沒有辦法被看 他們沒有辦法被看見 繞上工作檯面的時候 我方才可以做得比這方更好 所以這要被我的第二個判斷 叫做討論的更全面 在我方世界裡面 我方認為我方已然正成 在我方世界裡面 會有更多那一種孤兒議題 大家沒有看見的議題 能夠為所有的選民所看見 再往下來討論 所以今天上班會有要告訴我們的同樣成本這個問題 同樣成本這個問題 選物繁忙 選物繁忙 選物人工的問題 這個部分其實上班會有 他終局上 他到現在都還沒有證出來說 但在台灣有沒有造成任何實際上的影響 而且我再往下回過台頭來 還可以再討論一件事情 就是這方面有講說 人民要排隊大排重量需要花成本 但我們要想 如果今天上班會有把大選跟公投脫鉤的話 等於說每一年都要有選舉 而每一次的選舉 可能都象徵著每個遊子 需要千里迢迢迢的返回家鄉 這個返回家鄉他也是需要成本的 所以比起我一次 我可能要多排隊排40分鐘 跟我每一年我都必須要 可能從美國或從日本海歸回來回家 這個成本我方認為說也是需要進比較的 而不是像剛剛被我很輕易的直接說 我要排40分鐘 那就是一個避憾那就是不好 我方認為說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其實還要與其他東西來損益 再往下來談 然後再往下來談 對方便有的第三方便 就是講說可以討論的更多人 在我方世界裡面 其實我方公投綁大選以外 其實我方也沒有要二殺 就是平常一般人民可以提出公投的機會 所以當人民或者是在政府 他也可以在 也可以在這邊 沒有所謂的間隔時間提出選舉的時候 那可以提出公投的時候 那其實今天 其實今天在我方世界裡面 也可以做到像對方一樣 大意識也可以很輕易 也可以在那段間隔時間 知道民眾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進而去改善自己的政治環境 所以在這三年比較上 我方都認為說 我方其實只能夠 都能夠 在這三年比較上 我方認為我方是可以做得更好的 所以最後回過頭來 我們要談的東西是 我方認為說 我方要談的東西 是一個民主的價值 什麼意思 今天在這方的世界裡面 可能因為 他們認為說 把公投綁大選脫鉤之後 可以帶來一些 他說 比較多全面討論的利益之類的 但我方想要談的東西是 在民主這個東西裡面 你不能夠全然得去談理性 否則的話 就像剛被我最後想要說 這不理性聽起來好像是一件壞事 但今天就像是 假如說 今天一個人他喝醉酒 進投開票所 他可能聽起來已經沒有什麼理性了 但你還是要給他一票 又或者是有那些宗教迷信討論者 他想要帶著他的划規 去圈票出划規 決定他自己想要投的人是誰的時候 你也不能夠說 這個人沒有理性 我就不給他投票 因為這才是民主真正的樣態 民主真正的樣態是每個人 不管你今天你的智商高低 又或者是你理解事情透徹的程度 我都要給你看 你都會擁有一定的資源 所以我方認為說 在我方事件裡面 至少在我方高投保大選的時候 我方可以促使更多的去參與這個政治 而投票這是他們的第一步 台灣在國際的民主評鑒裡面 一直以來都被認為說 就是台灣的民主參與度不夠 原因很簡單 因為台灣的民眾 常常都會有一種思想 就是我覺得這個政治 跟我不參加好像也沒有關係 但實際上我方今天要分析大家的事情 就是我方想要藉此 藉由公投保大選 除了拉起更多民眾 對於公投的助力力外 也讓民眾更願意去參與政治 我方想要再講一個典故 想要告訴大家 但是一點這個語言 他是來自於希臘文 這個希臘文 他原本當初的意思 並不是想要指說大 他原本的意思是指大是白痴 可是為什麼他是白痴 就是因為他想要指的是 那一群不去參加公民議會 不參與公共政治的人 我方認為說在我方的制度底下 能夠拉升投票率 還能夠拉升投票率 就是第一步在解決 就是第一步在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而且再往下 在我方之間裡面 也像前面所說的 就是可以讓更多的孤兒被公共 被公共所看見 至少讓他們擁有機會 在自己的地方發展一席之地 所以正常所述 我方認為說在這方面 看準裡面討論的更前面 我方的議題可以討論的地方更多 而且更好的輔助待遇政治 我方不只可以做到對方沒有 就是想要確認的程度 而且還可以由待遇政治 拉到公民團體 讓他們有更多的議題 當然是一種在放出待遇政治 所以以來的判斷而言 我方都認為我方 我方都以來真理性 請台上辯市 停止發言 請反方一點上台諮詢 請反方一點上台諮詢 好 第一個 我方想問你 是說 平方說我們 就是 我方就是 因為藉由政黨 就是公共跟太平拿來一起 政黨可以 就是他們可以增加議題的負荒度 所以造成 我方的議題會造成討論 然後領方說 你說我方的世界下 都有議題 就還是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方案 是嗎 我方講到所有的東西 就是在領方世界底下 因為沒有政黨要討他們 所以我方的議題會 至少有政黨奧人 他可以被更多人看見 看臉書沒有辦法 謝謝謝謝 那不就是我方 第二點所提到的 政黨只想關注那些 他想要關注的議題 所以只想對他所關注的議題 動作討論 那那些非就是國政黨想要 例如說勞工權益的問題 勞工權益其實重視過場這些問題 應該大家民眾都很有感覺 但是因為綠色執政黨和藍色執政黨 他們都不想要對這種議題做出 他們都不想要就是 不想要就是覺得這個很敏感 所以不想要去介入 那那個勞工問題 就不會在政黨選擇下被犧牲掉嗎 沒有 這邊我拉一個差異給你看 第一個是你要說那一種 大家都不想通 大家都不敢碰的 那一種沒有人關心的議題 在寧方世界裡面 勞工權益問題 不是一個需要被大家關注的議題 他需要被關注 但是我要跟你 我要跟你比較差異 就是這個差異是 今天勞工議題 今天你要說我們政黨不敢碰 好啦 我就讓我大方承認政黨 真的不敢碰 對阿 所以政黨不敢碰 拜託 拜託聽我講 可是在寧方世界裡面 勞工議題他也會 因為他自己的動人能力不足 所以他之後他還是一樣會死成 所以在寧方世界裡面 我剛剛的政黨 他雖然真的不想碰好 在寧方世界裡面 也不會也因為這樣子 讓他更能夠被看見 因為在寧方世界裡面 那樣的團體 他就是動人能力不足 他沒有金錢沒有物力沒有人力 所以他還是一樣 沒有辦法被動眾看見 所以寧方要想要拿勞工什麼 這一塊利益 國方認為說是沒有辦法比 所以跟寧方世界是一樣 再往上來談一層 就是假如說政黨針對議題 但至少他可以讓一些 就是可能 本來沒有那麼多人看見的議題 就像東奧的證明一樣 可能本來沒有那麼多人在關心體育 至少今天政黨把它挑起來 所以我剛剛認為說 我剛剛可以 政黨設定議題 同時也可以讓議題更寬寬 好 謝謝 那其實 其實各位知道嗎 其實在討論議題這麼熱門之前 其實他現在從很久以前 都提供第一次事件 但其實在第一次事件 他是被否決掉 那所以從以前到現在 是需要一個長久 而進度的討論 難道說你一開始說 這個議題不受到討論 他不受到重視 難道他在討論價值 他因為沒有通過提案 因為他沒有聲音量 所以他在討論的過程中 就沒有價值所存在嗎 所以你想要問什麼 我方沒有說 就是你沒有辦法 趕公投就是不能討論 對我方 雙方講說都只存在討論 因為在移方的事件底下 移方說政黨會 就是公共黨安全 政黨可以罪有他的 不幫助水 讓某些議題 所以是否在某些 比較少人討論的議題 他的討論度 就會受到壓縮的空間呢 所以我先去了一件事情 就代表說移方要去證說 絕大多數的那一種 那種寡戰言論 會完全被排擠掉 尼方要先證到這個程度 對吧 我先到這裡 決定責任的部分 尼方想要說就是 我方認為說 雙方世界討論的議題 就是是一樣的 就是假如說他越不了台北 那他們討論是一樣 可是尼方要證的程度 是那些政黨議題 會直接把那些 把那一些就是 我們認為說 該討論的議題的聲音壓掉 尼方有沒有要證明到這個程度 如果尼方沒有要證明 我方認為說我們想想 好 謝謝 有一個我想問在方面 你說的民主價值 你說不管一個人 他的智力如何 他只要他想要去投票 他投出那一票 他就是 就是他可以去投票 那就是他就是民主的價值 那我想請問 那我國現在不是有齒鑼共存 齒鑼共存 不就是對於那些什麼 監告人 就是監告宣布這些 這些人 他們就是因為 他們沒有足夠的能力去判斷 他們投下那張選票 到底是不是正確 你談這個更有趣了 所以對方是覺得 不管怎樣 只要我想去投 不管這個人是否理性的 他只要投下那一票 只要是他的選擇 這就是正確的選 那朋友說你有沒有發現 我剛剛在深論的時候 我沒有講齒鑼共存 是因為那個反而就是 底光的東西 我們要討論的東西是 對於你想要討論說 不理性的人 不理性的人 他一定有投票權 他不是那一種被捐物宣告 不是被齒鑼共存 他就是寫好權 那譬如說 其實在這次大選當中 反同方 就是在 設立專法 這個意義是 負如大福成長 那其實很多民眾 都不太理解說 因為其實 設立專法 其實還是因為 還是 就是同婚法 還是同過合法 但是因為很多民眾 就是 他們並沒有真正的去了解 並沒有真正的去 理解這個議題 他們以為 他們投下那一票就是反同 但其實不是 所以 在這樣投票結果下 所以你覺得 就算他不了解這個議題 他只要投下 就是他的名義 這就是正確是嗎 所以這個民主是變成民粹嗎 這是民粹不是民粹 你要直接說 民粹是你在說的 就是我要告訴你 他不了解這件事是 民粹不是民粹嗎 他不了解事情 你就直接貼上他是民粹 我覺得他有點可憐 我要說的東西是 民主這個東西 他本身就是要 容許有一些笨蛋的存在 他可能真的不會思考 就像我剛剛在生日的時候 他就是喜歡 醉醺醺的去投票 他就是喜歡宗教狂樂 去投票所裡面 補完會也好 這樣子的人 國防認為說 他是民主必須要存在的一些人 他民主不可能強求 大家全部都是理性的 所以理性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這麼的重要 國防認為說 你可能你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其實我也不認為 他是一個避害的 因為民主也是一定在講的一樣 謝謝 各位好 那我們現在戰場的介紹現在 其實我大概分為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能解決的 就是我們剛剛討論很久的成本問題 因為我剛剛對方惡面也拿成共識了 就是對方他們會花錢 我方也會花錢 然後對方知道這個問題 他們會花錢 就是用什麼 只是方式不一樣 我方的花錢是分流 那他們方就是用技術性的問題去解決 那我方說 他們用技術性的問題很難解決 然後他們說他們可以有增加票給什麼 好那不管 總之我們剛剛跟惡辯已經說 這個已經打批了 你方也交成本 我方也交成本 可是我方 我們不知道成本花多少 因為我方還沒有實踐過人事脫漏的這個真實的一個案例 所以我沒有辦法私政狂奸 可是對方他們也還沒有 就是你也還沒有就是改革成功 然後讓這個人的問題有減少 所以說我方 我們本來幫這個消化成本 那我們第一點就先不談 那我們第二點其實我們的重點 其實很大的焦軸點 第一點說 到底說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弱勢的議題 他可以被這個 他可以被真正人物所影響 所代風想 那對方其實跟我們第二點是 這個方法其實是一致的 其實 因為我們都有承認說 會有先排實驗 因為對方也在說 政治人物他們會有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偏好 那去扶植 可能就扶植 去拉開某些少數的 那請問 我方講確認一點是說 少數跟多數是誰來定義的 主流跟非主流是誰來定義的 今天有什麼事情是他本質上就是主流的嗎 有什麼事情是他本質上就是非主流的嗎 我方想請問一下 現在現今我們同婚 他其實是一種名不主流的話題 他的人數是少的 但他的能量是高的 所以說 雖然說他公投上次失敗了 可是他在之前跟之前比過去 他是有很大頻度的增長 很多人看見這個議題 那他以前是不是非主流 他現在是不是主流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主流跟非主流 他是一個可以流動的空間 這是我方第二點想說的 在對方的世界上 對方一直認為說 很理想我們這個強勢 讓他來弱勢 強勢的政治人物 他們可以讓他來弱勢的議題 可是我方想說的是 他對方的情況下 事實上是這樣子的 強勢的人他們會看情況 他們會看議題 他們會掀牌子 他們會看這一個 反核實跟我的這個議題有關 反共和這個跟我的這個選舉策略有關 但是呢 一些什麼 那對方也說 勞工議題大家不敢碰 所以就沒辦法去 沒辦法去 OK 那對方剛剛所說的 我方沒有解決問題 那我方現在想說 解決問題這個跟本案的這個 變成無關 我舉個例子好了 譬如說 如果大家想要促進理解 少數群組 少數團體的一些利益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讓請政府 因為政府他其實有義務 讓選民 讓你們公民 都有積極的義務 去理解說 公共議題的一個完整性 我不能說我今天讓你辦了 讓你辦了 可是他其實對很多議題其實都不太了解 像上次2018 很多人 甚至一堆反核的 他們說 什麼政府公然違反共和 那其實他們投賣票 本來是說要成立專法 對不對 那請問一下在這種情況下 他們認為這是民主 可是我方認為 民主OK 你方可以說 願不願意是第一步 我方承認用不願意是第一步 可是我相信大家 希望民主是進步的 是可以持續發展的 所以說 我們現在台灣大家有願意 從以前 從探望前進之前 大家可能會甚至有點冷感 然後下次大家願意 那願意的下一步是什麼 不是是理解嗎 不是是接觸嗎 不是是去深究嗎 那在對方的聲音比下 對方認為啊 你那個強勢的政治 一定要有強勢的政治 去拉台 那我方認為說 你不需要靠這種意義 譬如說 我們現在不是有很多 防疫大作戰的廣告 每次都會投放一個廣告 政府每次都會 跟政府投放機關署 那我們中學會 也不是一個投放一個廣告 這是很技術性的問題 就一個議題 譬如說 我們現在勞工議題投放 公共議題勞工權 你拿個帶 這方認數 反方認數講清楚 至少你名字要講清楚 你不要像那個板銅的 連他這頭抓好都不好了 你們兩次都認識 講清楚一分鐘的廣告 然後之後說 相關勞工議題連結 請看QR Code 這不是解決嗎 這很技術性 你這根本都沒有關係 可是我方了解 這個技術性 對方的事件 他一樣可以達成 所以我跟對方 一樣都可以達成說 讓負光度極高的問題 所以說少數民族 可是差別在於 對方認為少數民族 只能少數族群的問題 只能由政治力 只能由政治人物 只能由政黨色彩的問題 去提高 所以我方認為不一定 我方認為你的政府 你的國家 本來就有義務 讓人民應該理解 這個議題要本身的內容 可是我方對方 他們也剛剛說了 對方的政治人物 他們會去 憑他們的喜好 憑他們的需求 憑他們的選舉政策 去拉台某些議題 可是我方認為他們是脫鉤的 所以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有一些少數權力的人 比如說勞工好了 他了解說 我們這個選舉是完真的 不是說 輪迴被政治操控的空間 所以他們更有意願去連署 更有意願去支持 那他們之下 不論是過程 我們不只關注結果 我們也關注過程 過程之中 你就可以促進公民 他們去思辨你一個能力 那對方 他們最後說到 他們說到這個人是 請台上辨識 謝謝各位 請正方樂業上台諮詢